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悠です 今天要帶各位了解的是有關於演習的一些Mega 那常常會有很多人問說演習到底要怎麼樣有效的上分 或是怎麼樣去獲得元帥 那明明大家打的場勢都一樣,為什麼他的分數就是比我高 所以這個疑問呢,我會今天帶各位去了解說 到底怎麼樣去賺分數 那上一集我們有介紹過一些演習場上面的陣容相生相剋的一個應對 那今天教你說你該怎麼樣去有效的上分 好,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我們內容的介紹 好,首先是我們的基礎觀念的一個講解 帶各位快速了解一下 首先是這個演習的回數,那一天總共有15場 那會有回復的時候,就是中午、下午還有換日的時候 會更新、回復 那回復的次數是5場 所以你要把握好這5場 因為這個最多你可以累積10場 那一旦更新超過10場的話,他會被吃掉 所以你一天有15場的,所以你實際只能打10場 所以在得分的效率上面就會差很多 所以務必務必要記得你的演習場數到底有沒有被吃掉 好,再來就是更新對手的部分 更新對手也是一樣,一天最多只能更新5次 所以更新5次之後呢,你再也無法刷新對手了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印象 好,再來這一次呢,演習的排位 他不是說你的勝率多少 而是在於你的分數 上面這個是你的分數 你的總分多少來決定你的排名 而不是說你的勝率,你贏了多少,防禦多少 所以基本上防禦隊是沒有任何的作用 他不會幫助你得任何的分數 你只有贏別人才會獲得演習的分數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的位置排名也是跟分數有關 最左邊的對手,他的分數絕對是最高 那當然分數越高的話,他的排名會越高 所以以後往下遞減 所以有時候可以看到最左邊的 往往都是最高分的 然後或是最強的角色 因為他們知道該怎麼打這個演習 所以我們要做的地方也就是 知道什麼排名 大概有什麼樣的分數 然後我們有可不可以打贏他 這是未來我們要去分析的重點 反正總而記得啦 這個演習的勝敗是看你的分數高低 而不是看你的防守率或是你的獲勝率 分數決定的一切 分數決定你的順位排名 然後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順位表可以看 你可以看到當前目前第一名的分數 或是第幾名 大概這個最多可以顯示到前100名的分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前100名的分數是多少 你看他的差距是多少 這在往後在拿元帥的時候是還蠻有用的一個方式 再來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話 還有一個這邊會有一個規則說明 主要是我們看這個啦 每一個階級他要的一個條件是哪些 比如說像元帥 元帥就是必須你要總分超過2200分 然後再超過2200分的同時 你也要是伺服器的前10名 你才有取得元帥的資格 你才會被認可為元帥 所以其他的也是一樣 上級大將這個地方也是 你要必須超過1900分 剛好買1900分也是可以啦 然後也是在全伺服器排名50名 可是這個不是總排名 只要那個當下 那一秒你超過1900分 而且那一秒你站上的是伺服器前50名的 那一刹那你就可以獲得這個稱號 所以元帥也是一樣 你只要比任何人都要快 搶下2200分 並且是伺服器最快的前10名 你就會獲得元帥的稱號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就是摸元帥 而不是說獲得元帥 這一個方式在註解的 當然會有總得分的元帥 可是我們一般目的都只是摸元帥 只要能夠瞬間達到元帥的條件 獲得元帥的獎勵 這就是我們的成功的地方了 好 接著來講一下我們的一個上分的一個方法 首先呢這個上分方法是你要先了解它的一個內容 首先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剛剛有看到嗎 每一個關節每一個位節 其實它都需要它有一定的積分 然後還有需要排名 這個通常都是在降領級後面所需要排名 那其他的地方大概你只要達成它所需要的積分 你就會有該排位 然後呢他們其實每一場 他們都會有一個所謂的基本分 就算你打贏 反正你打贏就一定有這個基本分 打的位節比你高的人 打的分數比你高的人 你一定會拿到這個基本分 那每個位節有不同的基本分 那最低的從28開始加 打贏一場就是加28分 然後再來慢慢地減 打到降領級之後基本上每一場 只要打贏只會加個10分 基本分就只有10分 所以後面要加分的那個差距 就不會拉這麼大了 所以呢這邊還有一個地方的是說 前面在大佐以前的 只要分差差30分 我們就會額外獲得一個加分 就是在基礎分上面額外再加分 28再加1就是29分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在降領後面 是每35分 每差35分會加1分 所以對方多你35分的話 你打贏他就會多加1分 可是這邊聰明的應該就看得到了 因為這邊別人只要打2場 前面大概只打2場 基本上就會差你30分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打贏 對方先打2場的人 他拿到基本分之後 他跟你差去30分 這種的這個人 你就會有額外的加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遇到說 對於你遇到敵人 你遇到的對手 你可以期望你加分的場是2.5次 那後面就比較難了 因為後面的基本分只有10分 所以你可以期待 對方要打4場 你才有可能加一次分 你要遇到對方打完4場的人 你才可能加一次分 所以這個加分的情況 大概只有一場 所以前面要累積加分的話 是最有效的 因為後面基本上 分數的差距不會很大 前面的分數動盪很大 所以前面要累積加分是很容易的 那其實很多人在聽到這邊 可能就會不知道 什麼叫做加分 我們接下來用圖表跟你講一下 首先這個是 上面是正常沒有任何加分的模式 假設他不知道如何加分 他只要時間到了 就把演習場試給打完的情況 的人 所以正常來說 前面都是固定的 基本分 他只拿基本分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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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跨朝長的時候 朝長的基本分會掉 變成22分 所以他總共分數是134分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是從0分 因為大家歸零之後 你是從軍曹開始起跳 這時候如果你去打一個 假打兩次的人 他的分數就會來到56 所以這時候你的基本分是28分 去加這個56 減去你們之間的分數差 除以30 因為這邊前面的是一個 30為一個奇數的 所以這時候你會取得20加1分 而外的獎勵分數 29分 那一樣 接下來我們如果是說 你遇到的是全部 五場都打完的對手的話 這時候你加分程度非常的高 134-0 除以30 會有4點多分 可是這邊不會是十二五路 所以對方你是28加10 獲得32分 這很可怕 所以你這邊就一次就加32分 這你一個差距 大概就差了10分 然後一樣 基本上你按照這個模式 如果你會搜尋對手 你會等待對手 去把他的場次打完的話 這就是所謂的蹲分 你去蹲對手 你期待對手 可以把場次打完 擁有最高的分數差 然後你可以再加上 額外的獎勵分數 這一樣 32分 你運氣好 又蹲到一個打完場次的人 這樣一路蹲 蹲到後面 理論分數最終你第一次 全部五場打完的話 你可能會來到144分 這一來一往就差了10分 不過 這個是理想狀況 事實上很難達到這麼完美的數據 因為 你不能期待說每個人都這麼剛好 都可以提前把五場打完 再更新以前把五場打完 所以這個有點運氣成分 有時候運氣好 你遇到很多人 每一次更新的對手 每一次遇到的對手 都會提前把演習打完 這是比較難遇到的 好 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 每一個位階都有它的基本分 然後每一個位階所需要的積分也不同 然後所需要的排名也不同 那在前面大佐以前每差30分 都會有額外1分的獎勵分數 那在降臨之後每差35分 才會有一次的獎勵分數 那最後這邊 前面因為分數的基本分動盪還蠻大的 加分的機會也不少 所以前面你可以期望遇到 對方可以讓你加分的場數 大概再是2.5次 那後面的基本分只有10分 所以說對手要打贏4場 打完4場你才有一次的加分 那基本上你要遇到這個對手是相對難的 而且你加了一次分之後 你接下來面臨到的對手 因為你也少了一場 所以你們之間的分數差距其實拉不太開 所以這邊遇到降臨級以上要加分的場次 大概每次更新5場你只會加一次分 一次到兩次 有時候運氣好可能會加到兩次 那一般來說都只有加一次的機會 好再來我們來研究一下最後衝刺 你要拿元帥的時候你該做哪些事情 當然這也是跟之前我們講的一樣 當你接近元帥的時候 就是前面是五星上下 基本分要求是1900分 那元帥的要求是要超過2200分 所以當你很接近2200分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你要衝刺的時候 就是前面累積的場次 你先把它打到打完 盡量去接近到這個元帥 而且要把它打乾 接下來就是要等更新的時候 那一次更新完 更新的那個剎那 你會多五場 這個時候就比速度了 誰先把這個五場給消耗掉 因為你一定可以超過2200分 我剛才也說了 你只要超過2200分 你只要是伺服器前10名優先 達到2200分以上的那個人 你就會是元帥 所以最後面這邊比的是 你如何快速去消耗這五個場次 那這邊刷新的一個步驟 刷新對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你如果可以刷新到 這時候其實不用管說 你有沒有辦法加分 重點是你可以刷到一個 相對弱的對手 那你相對弱的對手 你打他就會比較快 然後這邊大概你 刷到弱的對手 你也不用管他 你就直接去打他 那時候可能是10分 也可能是9分 因為如果你打到比較弱的對手 他就會讓你沒辦法加分 反而是扣分 可是這不要緊 因為我們一定都是2200分以上 然後一次不行 沒關係 再等下一次更新 因為其實要佔到2200分 這個時間點 你大概還有兩三天的更新時間 可以去搶這個元帥 所以就是周而復始 你只要每次更新 把它打乾 等更新五次之後 快速的把這五次給消耗掉 然後是伺服器前10名 這時候你就會是元帥 你就會摸到元帥 你可以拿到元帥的獎勵 不見得你是最終的元帥 不過你一定有摸到元帥這個獎勵 好 這裡是我的分數有到 可是我的排名不到前1000名 所以我必須要等到我更新的時數時候 馬上去打下我新的場次 好 這邊我們看到我們的新的場次 打完之後 達到1000名 獲得了一個準獎 那接下來一個新的排名 我必須到600名 才會進入下一階段 那我分數算到了 我還是要繼續打下去 那我們直接一直打 狂塊打 好 我們這邊打完之後發現 我已經進階到下一個部分 就是掃獎的部分 打完四場進入了掃獎 那一樣 我接下來還是有排名上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有場次的話 我可以直接持續的往下打 讓一次的更新只有5次的場次 那如果遇到你不能打 打不贏的角色的話 你可以刷新去打一些比較弱的角色 所以這樣子可以幫助你快速的搶分 好啦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有關演習的一些戰術的運用 那常常會有人問說 演習的防禦隊要放比較強 其實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我們可以看 假設有一群人 大家一群人 一般來說 你如果撞到一個防禦隊比較強的對手 那他能夠打贏你的機會是相對比較低的 打贏你的機會相對比較低 那他取得的分數也會比你少很多 甚至說他不想打你 不想打你的話 他的分數上不去 所以分數上不去的話 你更不可能會遇到分數比你高的人 遇到分數比你高的人 你就沒有所謂的分數差 你就不會有額外的加分 所以這時候你如果防禦隊放得很強的話 你相對 雖然說整體不可能 不過你可以期待說 當別人遇到你的時候 你如果你是相對防禦隊叫弱的組合 一定會有人打贏你 然後會上去 那這個人會是誰呢 一般新手 不可能打贏強隊 他也會挑弱隊打 這時候如果你放防禦隊是弱的 那他願意打你 他分數上去 你有機會可以遇到他 然後吃掉他 可以外加分 再來是一般你如果是不在乎排名的 或是說想要就是偷懶 隨便亂打 只想要消耗 那個場次的 這時候他們一般來說 也都會想要挑弱隊去打 他不會傻傻去挑防禦隊強的 等著輸的隊伍 通常比較不會吧 一般都是選防禦隊叫弱的 那這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人願意打你 那他們很容易就可以把分數給撐上去 所以就以往的例子來說 大部分放防禦隊弱的情況 分數會比較好衝上去 那我這邊也可以遇到會比較多加分的對手 這個是需要整個大環境的一個安排 不過其實也不用說全部人都放弱的 只要大概有兩三層的人放弱的 基本上就會有這個效果 尤其在前期 因為前期的加分效果是比較強的 那你說 那大家都上去了 那到底分數會有差別嗎 可是這個你不用擔心 剛剛我們說過 新手其實本來在戰力上就不可能贏你 那不在乎排名的 或者是想要偷懶消耗嘗試的 在你不斷的加分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沒有加分 他們只是把基本分打滿 那你有加分 漸漸的你的分數還是會拉開差距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他們會倒吃你怎麼樣 那到了最後要最後衝制的時候 你可以把防禦隊放成是最強的防禦隊 所以在最後元帥衝制的時候 他們也不見得說可以有能力撞贏你 所以這時候你要搶元帥的一個途徑 就會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前面加分放落隊加分吃分加分吃分 最後要衝制的時候改防禦隊 再後最後再努力衝刺快速衝刺 這個是我們衝元帥的一個方法 而這邊總結啦 其實你需要有高達八成勝率的隊伍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 你要挑最左邊的分數比較高的 排名比較高的人去吃掉他的分數 那不見得每個人都會放弱的防禦隊 至少你可以放 那對手反正你要贏才有分 再來是蹲得越低跳得越高 你蹲分蹲得越久 你在越低的地方吃掉越高的分數的人 當然你的加分會越有效果 那前面加了很多的話 後面基本上你要衝元帥的那個機率就很高 因為你的分數更加差距 可能就會差到一兩場以上的一個分數差 再來就是這樣你要隨時注意排名的情況 最左邊的啦 當排名有變化 表示他有上分 那這個上分的行為 是不是可以讓你有加分的情況 這個是你要去注意那個排名的變化 因為排名你可以去看 表示他進入前百名 你就可以點開看 他在前百名的位置說 他有多少分數 這樣去計算一下 你有打他有沒有可能有加分的機會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用心理戰 放弱隊讓很多人可以打上去 打上去的結果 你也有機會遇到這些相對較弱的對手 吃掉他們 再來就是留下那個刷新的場次 一點有五場 五次的刷新場次 這就是在你最後衝刺的時候非常必要 去刷出較弱的對手 快速打擊 快速消耗五場的一個場次 獲得元帥的一個稱號 好啦 以上是今天對於元帥還有上分的一些基本介紹 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如果你看得懂 你願意去嘗試的話 其實你做一遍大概就會知道其中奧妙的 所以就這樣啦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介紹 那希望你會了解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